所以各位前行 刚开始的时候 要强烈的告诉自己 万年放下万年放下 虽然是有违 可是无违要从这里开始 你一直万年放下万年放下 甚至连在睡觉 你还在万年放下万年放下 很好睡的 明天起来精神很好 为什么 因为没有胡思乱想 一直万年放下 所以已经使我们的心 心心清静 心心一清静 我们的身体自然很舒服 所以只要我们肯坐 万年放下 然后就不会晚上睡觉 欢来父亲的睡不着 不会 万年放下万年放下 睡不着 就是我们在想东想西 就有怀恼 那怀恼一产生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能量都在消耗 所以明天起来 这个头会痛 身体会不舒服 那当我们做这个万年放下 刚好把身体的能量 都让它留在身上 所以拼除外援 万年放下 万年放下 拼除外援 心心清静 连睡觉都在做 各位一定要做 这个有实际的功效 就是真正的 可以让我们得到实质的利益 很重要 所以这个灰不灰 是不是 一定要 搞清楚 是就是是 灰就是灰 不能含混 不能混淆 所以一混淆的时候 我们就做起来没有信心 那我们很固定的时候 就有了 只要肯 按照这样 有那个恒心毅力 自然而然 我们那个 一般也在讲说 那个节圣胎 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 一般都把它引用到 我们那个练气的 硬工的 说修到什么程度 可以节圣胎 各位姐姐 那个圣胎 可以呈现作佛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 佛性本体 那我们去认识它 启发它 那个就是 就是圣胎 我们已经熟悉它了 已经可以 这个掌握 佛性不生不昧 那个本体的整个轮廓 那个等于是出生了 那出生了以后 这个圣胎出生了 已经出世了 要如仆 三年 三年如仆 它就会 自己会走路 然后自己会吃饭 然后会做事 慢慢就茁壮长大 那茁壮长大以后 所有佛性的 那个功能咒用 五眼六通 全部会几倍 我们不用求 不用求神通 咒耳跟圆通 也不是在咒神通 那别咒 那边是在咒神通 那边是在咒神通 那边是咒神通